中国时报早报焦点再来看到的是联邦集团创办人林荣三的妖儿 也是龙山林建设董事长林洪遥 为了开发士林官邸旁边近千坪的精华土地 利用土地法立法漏洞将名下的土地切割成iPhone5的大小 假赠与13名的人头来谋取暴力 而台北地院昨天是依照卫造文书罪嫌 判决林洪遥有期徒刑四个月 13名人头各两个月的徒刑可以一颗罚金 但是很多小老百姓看到这样的判决都认为实在是太轻了